牛年 拜拜 勇敢牛牛不知困难 现在我们接到了今天晚上的露营老师 他带着装备 准备带着我们一起扎营 另外是老罗老师 这位是我们的专业露营的小罗老师 带着我们的帐篷 还有我们今天晚上的睡袋 然后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地方扎营 睡觉 对 希望我们能成功 把马牵走吧 让马牵到那边拴起来吧 首先讲解一下 这个帐篷是一个由八个三角形组成的一个大帐篷 所以现在我们要把八个三角形的提前量给估出来 然后现在我们要把这 就是雪丁的位置给估摸出来 然后拉这个三角 这个铁环 这个铁环是干嘛的 然后这条红色的鸡蛋 就是他的一条边 OK 这样看一下 哦 哦 看一看 看一看 这样吧 我见到这里是一个钉 可能这一个钉 稍微钉住一点就没办法 我为你 呵呵 然后你这里来 就这个 然后这一个整个铁环就出来了 先钉住一下 钉住一下位置这样 嗯 这样这个位置又确定好了是吧 嗯 我们这样开门就朝这一边 这边没出 这边是南边 嗯 然后你来打个几个地钉吧 好 这钉子稍微玩里清闲了 这是最佳的色力 就朝到里面打哈 对 这个状况呢 就是由八个三角形组成 轻成了一块蛋糕 你可以这样 轻成八个 然后八个三角形 每个三角形都有这种地钉 然后现在就是在固定这个地钉 把这个地钉砸到土里 这样子保证晚上 我们不会被吃到一半 被圈上圈上去 嘿 嘿 可以了 现在太阳已经要落山了 小老老师 这是你热水啊 对 对 那有道点 好 有好一点吗 主要是我刚刚水洒到手上了 现在手结冰了 我手指都弯不了啊 你看这个下都是冰 现在有知觉吧 有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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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手套用东西了 OK 现在我们已经 织好帐篷 现在窝在帐篷里面 准备尝试一下这个自热火锅 能不能在这么寒冷的天气下 成功的制作成功 如果这个火锅制作的不成功 我们今天晚上录音就可能会 失败 虽然说我感觉现在已经 在一个需要靠意志里 才能坚持下去的温度了 不过没关系 岂有此理嘛 对吧 我们现在开始尝试制作这个火锅 然后我们吃 如果好吃 我们就再吃一盒 有一个胡椒的干啥 我们先看到这个 这个是水 对对对 红香水倒在这里面 不是到下面 水倒在下面 对 对 这应该是我 今年最后就松开的事情 你看就是脚趾都特别 其他地方都还 这是令人幸福的声音 你听这声音 哦 费城的声音 完了 你看我这也做了命了 盔甲 盔甲 这么大气 一会 一会 三会外面就会结成冰露 嗯 冰霜 热气就会像 真的 热气一会 可能是冰了 一会就结成冰露 意思是说我们这里面还会更冷是吗 不会 结霜 我们一会就冰雕了是吗 不会不会 结霜它是释放的 小月 一个冰露 一会会更暖 然后临结 它就是释放热量 释放热量之后 帐篷里面气温就会更高一些 明天早上会是更厚的 是吗 嗯 这个帐篷里面 都很酸 结着霜 水放少了 没关系 幸福 啊对了 我还没有跟大家讲为什么我们条件这么艰苦 是因为 这里是防火区 虽然是冬季 但它现在是防火区 所以说我们不能有任何一点点火源 和火种 就是 其实很严格的要求 就是任何什么火炉啊 煤炉啊 都是不行的 因为那些都属于火种 所以我们严格按照规定去完成这次挑战 我也是来了这边之后才知道 所以准备的很仓促 但我还是想要尽可能 试试我到底能把这个事贯彻到多远吧 怎么说 咱就是杠 所以说我们不能用火做食物 所以只能使用这个自热火锅 我们也没办法生火 也没办法用任何跟火有关的东西来提高我们账内的温度 所以如果要继续坚持下去会是非常艰难的一晚 但是能不能坚持下去呢 就看天命了 就快能吃几瓣火锅了 一会儿要在睡袋里面睡觉的话 是不是得把衣服脱了呀 脱一下 外套肯定要脱 外套脱了 然后呢 然后装进睡袋就好了 一般是怎样睡最暖 一般是就穿个内衣 你刚穿的衣水就好了 那水 那衣水 我怕脱到一半就你粘住了 进睡袋那一下是非常痛苦的 为什么 非常热 因为里面是冰的 因为睡袋也是零下十几二十度 要等你的体温把它加热了 然后才会开始暖和 这跟我想的不一样 在羽绒服地下这么冰呢 里面这一层都结了冰湿了 被你的汗湿了 就你的汗吗 我衣服结冰了 我说怪不得我到这之后那么冷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是无冷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 就是我现在感觉还可以 虽然有一点点冷 但也感觉挺温暖的 所以我现在决定先睡上一觉 然后在我的手机订上一个 10点左右的闹钟 起来看一下自身情况 如果10点起来之后 没什么问题的话 我就继续睡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就叫人来 回到宾馆 因为咱们这次的口号 还是活着嘛 所以活着很重要 但是我现在感觉我活着挺好的 所以我决定 先设长一小觉休息一下 再见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是12月25日晚上 我们的气温大概是零下27度到零下30度 一晚上会起风 但是我还是决定在这个状况里面先睡一会儿 马上到生日了 但我没有刷牙 我也没有洗脸 因为没有这个条件 但我觉得我还是很开心 幸福 因为今天见到太美丽 太美丽 太美丽的景色 10点间 我的朋友 好亮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吴磊 现在时间已经过了10点了 我现在还在睡袋里 感觉还不错 就是虽然外面的风很大 就听得呼呼的 感觉听得很冷 但在这个小小睡袋里面 我感觉非常的温暖 可以说今天的一天是我 是我最理想的生日了 我看到了太美太美的景色 然后做了一件我自认为还挺苦的事情 虽然目前还不确定能不能做到明天早上 但现在我躺在睡袋里 我感到非常的满足且平静 希望下次醒来 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明天早上的6点左右 为什么呢 因为明天早上 我要去直播 乌兰不同的日出 我准备了一个 第一视角的 一个无人机 这样子就可以非常精准的 给大家分享 我 22岁的第一场日出 希望明天能有个好天气 然后也希望 明天会是很顺利的一天 然后也希望此时此刻的我 会有一场好梦 对 我不知道这个视角会不会看起来很怪 但现在我已经尽力了 因为我的小机器到现在还没有开机 不知道为什么 OK 我不能在睡袋里面讲太久的话 因为 护出来的湿气 会让我这个睡袋里的羽绒 缩成一团 晚安朋友们 晚安 21岁的无来 晚安 好 大家好 我是吴雷 我现在脸上应该有一点黑渣子 手也是黑的 因为我昨天 睡觉的时候暖宝宝破了 但不影响 我现在要起床了 睡得好吗 还行还行 胸口上全是冰酸 冷吗 还可以 我们现在帐篷里面在下小雪 在帐篷里面在下小雪 镜头看着是在下小雪 因为上面全是冰霜 然后你一动冰霜都掉下来了 看着就是下雪的效果 我们现在出发吗 对 现在出发 早 早啊 罗老师 一会儿你不是骑马上才来 还是有什么可能 我去罗老师 走上去了 这不得走了 这不得走了 早上还是晚了 早上还是晚了 现在出发 我去尝尝 借了